嗨,你还好吗?我是诚意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低着诚意 每晚都会 哄你入睡 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姑娘,别再那么懂事了 或许是一个人久了 你总是那么懂事 饮水机的水自己换 马桶坏了自己修 别人有麻烦 你第一个冲在前头 可你自己呢 有了委屈自己人 有了眼泪 独立团 你总是穷而一举地原谅别人 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疼 明明你也很脆弱 却总要装作坚强的样子 明明你也很害怕 却还要表现得无所畏惧 有时候你也很想哭 想找个肩膀依靠 可是你一直那么懂事 哪怕哭 他们也相信 你自己能修复 上次夸你懂事 所以连教孩子上下学的事 也放心让你做 邻居知道你懂事 所以通下水道的活 也都能变成了你的工作 男朋友说你太懂事 原本就可以一个人过 而那个他不行 他没了他 就不能活 所以分手 所以忍心留你一个人难过 都说太懂事的人 大多不幸福 因为常常顾及别人的感受 不敢拒绝 不敢说不 更不忍心看别人难过 宁可自己委屈 宁可自己疲惫 也不想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其实大懂事的人 活得很赖很赖 为别人考虑的太多 总是把自己忽略 谁不想任性到有人宠 脆弱到有人疼 谁不想开心地做自己 不想有自己的脾气 不怪自己太懂事 都怪自己好说话 对别人有求必应 对他人一再包容 时间长了 身边的人渐渐习惯了 对你的泪水 毫无反应 把你的懂事当成大度 一次次地变本加厉 无力取闹 根本不在乎你的任何感受 可这些原本 都不是你该承受的 你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你也会苦 会疼 会疲惫 你也需要有人安慰 有人陪伴 懂事过度 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善良过头 就是对自己太残忍 别太懂事了 也别太善良了 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为自己好好活一次 把你的懂事 收敛一点 给别人一次 心疼你的机会 我亲爱的姑娘 别太懂事了 卸下伪装 你也只是个 普普通通的姑娘 没有必要 所有东西 都一个人扛 以后别再这么逞强 你也值得被疼爱 被人捧在手心上 以后别再什么事 都揽到自己身上 你只是个姑娘 不需要活成超人的模样 你也可以不管不顾 活成少女的模样 当一个疼你 爱你的人 她不会像你太懂事 她是真的 能给你一辈子的心安 加油 姑娘 睡吧 晚安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 想养一只猫 想要回到每个场景 拨满每只表 我们在小海和大人的转角 改一座城堡 我们好好 好到风调 想找回十三多年双胞 生命再长不过烟火 落下了眼角 世界再大不过你我 凝视的微笑 在所有都是风景 与人群中 你对我最好 一直好好 是否太好 没有人知道 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 掏出名为日常的监牢 忘了要长大 忘了要变老 忘了时间又假 最安静的时刻 回忆总是最喧嚣 最喧嚣的狂欢寂寞 包围着孤岛 还以为驯服想念 能陪伴我 像一只假猫 打着我在 沙发一角 却不肯睡觉 你和我曾有漫漫的羽毛 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 不知道未来 不知道烦恼 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 时间的电影 结局才知道 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 最后的定音 最后的拥抱 我们哄着眼笑 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 好多遗憾无法打扰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变老 好好假装 我已经把你忘掉 我已经把你忘掉 好好的 你好好的 好好的